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今天這項商品 那這個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BWS專用的Z800的一個 鐵的Z800尾燈組 那我們來看一下是不是鐵的 這個是一個鐵的Z800尾燈組 也就是像這個 仿造這個Z800的一個造型 然後尾燈 然後呢我們再加以的開發在這個 DWS的車上 好的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基本的一個外觀 以側面的角度來看 然後基本上呢 前面的座墊是屬於原廠型的座墊 然後呢它的翹度呢 會跟這個原廠型的座墊 大概會差不多融合在一起 不會說很突兀 然後前面一個凹槽的部分呢 其實不是一個空隙 而是一個轉折 跟Z800一樣一個轉折點上來 然後距離這個坐墊的空隙呢 麥克叔叔我的手指是插不進去的 那小指的話 小指大概可以在這個距離 那因為現在是晚上 我們看起來可能會不是非常的清楚 但是距離呢其實只有一點點 也控制在非常合理一個範圍 然後Z800後面的燈可能有分成 新的還有紅色兩種款式 兩種款式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開燈的一個狀況 這是Z800的我們在開小燈時候的一個 目前實際的拍攝的一個影片 非常的亮 非常的亮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按煞車的一個狀態 按煞車的一個狀態 很亮 好的 看一下方向燈 好的 方向燈部分呢 已經跟這個煞車 煞車燈已經是整合在一起 那我們以方向燈來說 以正後方的 我們來看一下下 這個辨識度都會非常高的 它是全部整個左半邊 目前是打左方向燈 整個左半邊都是在亮 那如果是 我們看一下 右半邊的部分 那當然 整個右半邊的部分是在亮 而不是單一排在亮的 所以呢 安全性跟辨識性的一個效果 也非常好 當然 鐵的這個 Z1000呢 跟鐵的這個Z800呢 其實都一舉同工之妙 就是說 像這個 鐵製殼的部分呢 都有一個好處就是呢 不會輕易的就會斷掉 那其實基本我們停在外面的時候 可能會斑啊 或者是會浮或是路人 甚至幫你斑 的情況下都有可能會造成這個 燈殼的一個破裂 如果是一般的這個玻璃纖維的部分 但是鐵的好處就是 基本上呢比較不會這個有故障的一個問題 不會有破裂的問題 那喜歡的朋友們可以到目前影片看到正下方 可以聯繫到我們的Facebook跟我們的網頁 可以看一下我們的賣可參貨界新品的一個販賣網站 可以上網做一個詢問跟訂購的動作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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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